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是在收听收看的是 燦灾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燦灾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来拉加 让大家了解到一些 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再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一种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 做更多深度的报道 以及讨论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除了讨论一些 时事议题之外 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些 有趣的书籍 以及好看的电影 那在去年台北电影节 结束之后 其实我们就访问过 如亦良导演 因为他得到的是 去年台北电影节的这个百万的首奖 那今年我们一样要来访问的是这个百万首奖的得主 那这部片只叫做 《钻石水族世界》 它是在今年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也是百万首奖 今天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 欧天的是这部片的导演 黄秀宇 秀宇好 广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钻石水族世界》的导演 我每次说这个我自己都会觉得 我在查《钻石水世界》 然后在影片里面也有一段的情节就是 大家以为这是一个水族馆 所以有人叫《钻石水族馆》 为什么要叫《钻石水族世界》 这其实是我的被设者的 其中一个被设者的妈妈帮她取的名字 是妈妈 是里面的一个主角的妈妈 对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钻石》 这个它在缅甸话里头有别的含义 然后这个含义在就是我的被设者的家人 其实都有钻石的这个音在他们的名字里头 是喔 对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你一开始 但是我在影片里面完全没有 catch到这一点 对对对 这也是我后来拍完了之后才知道的 对 那当然《钻石》字面上来讲 它就有它的一个关于金钱或者是财富 这一个含义在 那水族 水族就是一个大海里面的生物们 就是渔获这些东西 那世界 就只有有一个很好的诠释就是他们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带到缅甸或是说带到全世界 就是有一个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就是要征服全世界 也没有到 或者是闪亮全世界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类似闪亮 《钻石》的这个评语是喔 就是那个导演的 应该讲说台北电影节的评语是说 以极低的预算横跨多年的时间 坚持不懈完成制作 然后在大量的拍摄素材中 梳理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寻求翻身致富的生命历程 然后并以真诚来打动人心 那刚刚有谈到 这个其实跟一个发大财的梦想是有关的 可是在前面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 这似乎是台湾很多纪录片工作者都会遇到的状况 极低的预算横跨多年的时间 坚持不懈的完成制作 可以稍微先简单地抬一下到底预算有多低 然后花了多少的时间 那坚持不懈也代表是遇到很多的困难吗 我的真资片子 其实我的心里面的目标是可以到 当时我在找资金的时候是希望可以到400万 但是我后来整个后来 偷偷一直找钱找钱找到后置总共是不到200万 大概180万 这个方法你们长期在缅甸居住生活的这些费用 然后包括这些一般素材或者其他的 所有的 这个摄影班 然后后置剪辑 对 这东西还不包含我自己的费用 工作的费用 哇 真的很极低耶 那拍多久时间啊 我前后大概就是很跨了五年 五年 从2017年我就开始在找人 然后做填调 然后填调过程当中 其实我还去了印度香港中国 其实看了一些可能跟这个产业有关系的一些脉络 然后回来之后才开始有一些可能现实的因素 或者是一些考量 所以后来focus在我现在影片的主角身上 所以前后就是五年的时间 这个到不同国家不是去参观水族馆 不是 因为你拍的这个对象是一个养虾的这个产业 但是在养虾的产业上台湾也有 或是在其他地方也有 但是你跑到很多地方 但是花了大概五年的时间 那预算在这么低的景光底下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待会我们再继续谈那个辛苦的过程 因为光是语言 光是生活 光是在拍摄过程的脏意跟孤单感 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一般的有办法去承受 然后你要把它完成一部这么好看的作品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应该还是在请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部片子的一个大致的内容 就是在以不爆雷的情况底下 我就每次想说我访问这种 比较还在昂党的片子 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 所以我把这个任务就交给秀妮导演 我的片子其实 几乎90%的素材都是在缅甸做拍摄的 那我跟随着一个台湾的虾农 小杜哥 然后去到了缅甸 他那时候有合作的计划 可能跟当地人合作的计划 那他去到那边之后就发生了一些状况了 那这状况可能要到片子里头 大家就会知道 那这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 蛮惊险的 对 蛮惊险的 那他也很幸运的遇到了我的下一个被设者 那后来他们惊险度过之后 他们就开始合作 那在合作的过程当然就是 我的片子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虾子 就是一起养虾 然后希望可以在缅甸一起做一些事情 那当然他们去到 从台湾去到那么远的地方 或者是说我的另外被设者 他其实是缅甸跟华人的混血的第二代 那他回到缅甸之后 他也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就一起合作 然后希望可以完成他们的目标 我记得你过去的作品 例如说会去谈河流 或者是现在也要想要谈包括六清 这种环境的议题 那为什么会去拍一个这个养虾的 这个发大财致富想象的故事 然后又到一个可能对绝大多数人 台湾的人都陌生的缅甸 甚至有人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 为什么会去缅甸 今天要去拍一个养虾的故事 我在寻找这个故事题材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想说我要去缅甸 那这一切我就要回到可能2010年 那个年代 就是我开始接触了 可能跟新住民有关的议题 然后参与了一些工作或者是事情 都跟这个议题有关系 那一方面是这个部分 在我的生命里头进行着 那一方面是我在进行拍摄就是佐水溪 那佐水溪那时候其实是跟就是 跟他佐水溪的镜头六亲 就是跟抢水有关的议题这样子 但那议题其实拍摄的 我觉得很不好拍 尤其是我又是云林人 所以我要回去谈那个议题 我也看到 云林人要谈六亲 真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 对 非常困难 又爱又恨 然后非常全力复杂焦灼 然后自己要摆一个什么位置 我可以体会啦 因为我之前也到六亲去做过一些田野 我觉得那个好难 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看到了更多更多我心里面的矛盾 所以我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拍下去 然后于是呢我的空 就但是这条河流 我当然还是想要去记录它 于是我就把 想说把自己抽离开来 去看一下别人 别的河流 别的河流 别的国家是怎么对他们的河流的 那我想说最近就是 中南半岛的美工河 所以我就去申请了流浪者计划 那也很幸运的就是申请上 于是我那时候就计划着 我从泰国 在泰国 辽国 缅甸就是那个 金三角那个位置 然后从那位置开始顺着美工河一直到 美工河三角洲 那在这个同时 在这之前 因为参与过新住民相关的 或者是移共相关的议题 我就会觉得说 我自己也会想说 我会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到 东南亚国家 我自己其实 虽然我在台湾接触的这些东西 但我实际上没有去到 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待在那里 我对我自己也是某一部分的好奇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遇到蛮多的台湾人 在那边生活跟工作 他们可能有些人在那边开旅馆 然后有些人在那边的NGO工作 或者是外派到东南亚去的 那我就会觉得很好奇说 我是以 我是一个旅行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想要去看一下 这条河流的两岸 是怎么样跟这个河流共存的 那其他的台湾人呢 他们是怎么样子 他们用怎么样子的心态 或者是方式 在当地生活或者是生存下来 我就带着这个疑惑 然后回到台湾之后 我就开始想要试着去找一个 可不可能去到东南亚拍 我没有设定要去哪里 所以你其实心里面 一直想要去那一个地方拍摄 对 就是那一趟旅程之后 我就很想去 但是找人的过程 其实不是很容易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点设定 是我要找个体铺 我没有想要找外派 就是一家公司 那我所遇到田野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 然后 因为那一个 为什么你要踏出去 去到一个异地 他本身就有个故事 对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就是一个人要到一个 相对之下 生活跟台湾比起来那么不便利 然后在政治 在军事上面 充满的不稳定 然后在一个地方 要开疆辟土吗 或者是要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那些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所以每一个人 我都觉得很精彩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 都可以适应摄影机 或者是说愿意把自己的故事拍下来 大家都会有个包袱说 我出去就是要成功 我希望被看见的是成功这件事情 虽然说我并不是要去讨论成功失败 或者是你的事业走到哪里去 那就是这样子找找找 找到了2017年年底的时候 我遇到了小杜格 因为他是农夫嘛 我住在云林嘛 而且我确认他不发摄影机 他觉得在你的影片里面 坎坎的很坎 非常自然 对 所以我们中间有共同的朋友 所以我就认识了他 他就在那个时候 刚好就要准备出发去缅甸了 所以是一个很巧的一个moment 然后又去一个 缅甸我没去过耶 我自己也会带着好奇心 所以拍片之前 从来没有去过缅甸 对 我没有去过缅甸 所以一开始是你准备好 一个大的方向 但是实际上对象是谁不清楚 可是刚好这种天时地利人和 小杜格出现了 然后就去 可是就像你刚刚在一开始提到的时候 你到要拍的原本对象是小杜格 当然后来还是跟小杜格有关系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事实上也面临到很多的转折 有哪些的转折 然后你怎么去面对这些转折 像一开始 主要的角色就还是小杜格 那他去到那边之后 遇到那个惊心动魄的事件 之后我也在想说 还可以继续待着吗 那我觉得小杜格也很聪明 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 可能跟生命安全是有关的 对 那他也很幸运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也很幸运 他就遇到了我的另外一个主角 然后语言又通 然后我的主角他的父亲 二十年前就已经挖好了虾尺 就已经 对 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些基底在了 那他们可以再重新整理下尺 然后重新再开始 所以也 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冥冥中注定好 就是要往什么地方 对 去走 所以去到了 就是后来的被设者的这个地方之后 有新的算是新的下场之后 我就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环境里面 那那个环境当然就不只是包含小杜格 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缅甸当地的人 然后在下场的生活 还有在那边要怎么样子 工作下去这样子 那这个转折好像 拍摄的当下其实有时候也没办法想太多 就是好像一股势就是推着你往哪一个方向去 那当然去到了小苏的 就是我另外一个被设的小苏的世界里头 会有另外需要花时间去跟当地的人培养关系 那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 你刚刚谈到小杜格都还是以台湾人为主 对 的一个群体 可是到了小苏之后 他就是以缅甸人为主 对 所以要进到这个世界 其实有蛮深的难度在的 我觉得大概至少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有办法 就是建立一个我觉得可以了的状况 不然的话前面有蛮多时间我们的视角还是focus在小杜格身上 但是很难免的 因为那个虾场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还是会拍摄到小苏或者是说其他的人 那那个摄影机的拿捏就非常的 我就非常需要小心 那也很有趣小苏是一个 他可以很 他也是无话不谈的人 对 他常常 我觉得他忘记摄影机的存在 所以你的环境艰困 但是你的两个的主角 两个被设者 都是某种程度叫做很好拍的人 至少在外观 外表上面 以外表上面来说是某种状况 内心世界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对 没有错 所以就 他有他的难度在 可是好像也 也就慢慢的慢慢的进去这样子 那那个摄影机 摄影机当然花了蛮大的力气 在进入小苏他们的世界 比如像说对他们来说 纪录片是什么啊 我跟他们说纪录片 他们不理解 然后你要举一个例子 比方像Discovery那样子 但他们的电视里头也没有 没有Discovery 所以在文化经验上面是有落差 是有落差 所以我好难解释 我要来这边做什么 我只能靠着时间日积月累的 去让他们知道 然后很有趣 有一次小苏他们终于 好像突然好奇 我们到底在拍什么东西 于是我就把那个片段接上电视 给他们看 然后他们看了就哄堂大 就是笑成一团 我怎么会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 那个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好 就是在推辆老爷车 然后大家是很用力在这 连摄影师都被叫下去要去推车 对对对 那大家都推得很辛苦 然后从萤幕里头看到自己的样子 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有趣 那那个有可能是我身为台湾人 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这怎么样子都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他们那个当下都好好玩 他们看到自己的样子这件事情 所以让他可以接受你在那边 长达好多年的时间的居住 跟他们一起生活 跟他们一起工作 是因为那个有趣的片段 还是有一些 怎么样去进入到他的生活世界 然后他愿意敞开心中 接纳你是在这个空间的存在 就是聊天吧 聊天 然后让他们 让我们彼此多认识 嗯 多认识一点 嗯 那我觉得很有趣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是一个从陌生人开始 所以他会对你感到 比方他们也会对我感到好奇 嗯 那我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种在探 OK 在探的那种感觉 那在探的时候 有时候我也不会想太多 是他们后来反而回头来跟我说 其实我那时候在探测 他在试探你 对 他在试探我 就拍片的过程常常 我也一直讲 彼此的探测 到底你跟我来干嘛 你会不会轻敗我 或者是你到底在想什么 对 然后他们也很可爱 后来我其实那个时候是要试探 试探你这样 那 那个耐心 我觉得是在 是比在台湾拍片 需要花更多更多更多的 像那个 我的片子里头的 最后出现的那个99 嗯 我们的语言更不通 然后 然后 然后他其实不喜欢摄影机 他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知道他不喜欢摄影机 所以他会在摄影机面前摆很多 比如像说挡摄影机的镜头 或者是说比爱心的镜头 嗯 然后做鬼脸的镜头 嗯 很清楚让我们知道 所以我其实都跟他一直在保持这某一个 我觉得可以的距离 嗯 那也就不会再多更靠近多一些 除非是工作上面 嗯 可能事件再进行这样子 嗯 但是到最后这个角色越来越重要 对 我就想我天啊我该怎么办 嗯 所以我那时候我 他可以 他好在是可以 也是可以稍微用中文去沟通 但是稍微而已 很多时候还是不能不能讲 所以这时候其实很多时候 我好想要再多了解他一点 嗯 可是好多时候我都必须让自己放下摄影机 嗯 就放下摄影机 这件事情比拿起摄影机还要更困难 嗯 比如像说他们冲突发生的时候 我的主角们之间冲突发生的时候 我想要去问他说那你的心情 或者是说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嗯 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下场里谈 可是我们去到了外面 有机会离开下场去到外面去谈 那 那那个谈 我们 因为在缅甸我们都拍摄都很低调 嗯 就是 为什么 这可能就是 又是另外一个 又是另外一个 会有政治的敏感吗 还是 是也还好 我们就这等一下我可以分享 嗯 嗯 我们到一间餐厅 然后我们坐下来 然后我有在问他说 嗯 这里不是虾场 师傅也不在旁边 你可以告诉我 就是 你的想法是什么 姐姐 姐姐 啦啦姐想要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他就讲得非常的好 嗯 就是一些moment 他突然可以 可以讲 嗯 但是呢 我们的那个 身边是警察 哦 所以没有办法把摄影机给拿出来 非常多的这种 因为我必须要顾虑他的 嗯 心情 就是让他有安全感 嗯 很多这种时刻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 某一次就是他要出去剪头发 嗯 然后我又想跟他出去 就我就是一直努力的跟他在更靠近一点 然后甚至有时候我可能摄影机也没有带出去 嗯 然后我们 我跟摄影师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拍到的话 我们就用手机拍就好 嗯 那手机上基本上他体积小 他也比较不会有一种 压迫感 压迫感 对 压迫感 然后那天要去剪头发的时候 第一次 去了两次 去了第一次的时候 那个理髮厅是关着的 嗯 但是理髮厅的周遭是比较张软一点 然后 但那时候我们有拍他下车 嗯 他不让我们拍 嗯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我开始可以理解说 他内心其实有一种 也是会知道我们在看他 嗯 那那个缅甸的样子 不是他想要被看见的 OK 样子 他有一个 也有自己心里面的想望这样子 嗯 那到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让我们拍了 嗯 就是第二次要去剪头发的时候 他让我们拍了 然后那个 那时候拍的时候 他就是嗯 一个帅帅的样子 嗯 然后 嗯 剪 那个摄影师也很厉害 嗯 就是他就剪完之后 换我的摄影师 而且他也要剪 嗯 所以就是透过很多很细节的地方 去让他觉得说 哎 我们 我们其实是想要了解更多一点 嗯 那也希望你可以试着 就是 接纳我 对对 接纳我们多一点 嗯 就好了 对 那那一次剪头发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觉得说 我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去了 嗯 即便是那一次也是用手机拍而已 嗯 然后那一次也没有 虽然没有剪到片子里头 但我觉得那个当下 我觉得比起拍片子到最后 会剪成什么样子 嗯 就是我用我的方式然后 进到了他的世界 然后他愿意敞开多多一点 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些蛮有趣的地方 如果说你要进入到他的世界 然后你跟他私下再有一些互动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有些人会觉得说 纪录片不就是应该去计时吗 嗯 然后其实在这部片子当中 导演的角色其实是有点吃重的 然后里面 后面还有一些所谓的和解的过程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 可能会有人会谈到所谓的拍片的伦理的问题 另外一部分我觉得这部片子 其实跟神人之家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 就是那个都是家庭或者是那个亲密之间的张力 可是神人之家阿良导演是他在里头 就是一个张力的这种缓解 或者是他在哪里 另外但是你这个部片子里面 事实上是各种不同的角色 那他其实也有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种族的这种所谓的张力的关系 甚至包括牢固的关系在里面 待会我们要请秀宜再继续跟我们来谈这部片子 或者是这部片子里面很多的多重的角色的这种交错 那在里头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个张力有没有张到你的身上 然后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包括有趣的一些伦理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阿松 到 这样 我去到 阿妈 滚 滚 你一定要拼啊 一定要拼啊 一定要拼啊 我们要来这个地方 我们要碰下多少人 你来 不成功就是一无所有 第一个是我们 我说过嘛 我们是在革命 他是讲的我们革命成功了 就可以改台湾代 质师交车 不成功 自己我们干支 哪分构 痴兴 女主里面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 们 甘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記錄製造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任務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鑽石水族世界的導演黃秀儀 秀儀好 大家好 對 因為我剛才是要特別把名字唸出來 你就發現我還是很緊張 怕把名字唸錯 那這一部鑽石水族世界是今年台北電影節的最佳紀錄片 同時也是這個今年台北電影節的這個百萬首獎 那這百萬首獎 那我覺得台北電影節在整個台灣的影展當中是一個 雖然它是一個地方 但它事實上已經越來越國際化 然後也是越來越受到很多的這些 儀式工作者的矚目 包括這個紀錄片 包括這個劇情片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場所 那當然在這部片子裡面 事實上它把我們帶到了緬甸 去看當地的台灣人 在那邊怎麼去工作怎麼去生活 所以在上段節目當中 其實秀儀大概也跟我們講到裡面有幾個主角 一個是小杜哥 一個是小叔 那另外就是小叔的勞工舅舅 那這三個其實之間 但是他們都會叫這個小杜哥叫師父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一種師徒的關係 然後他事實上也是 小杜哥應該也是某種程度的出資者 對 所以他也有一個牢固的關係 然後其實他們又一起在工作 然後他雖然出資 但是人家出地嘛 然後出這些勞動力等等 那他也是一種所謂的夥伴的關係 那其實小杜哥是男生 然後這個小叔是女生 他有性別的關係 所以在這部片裡面有很多糾結 糾葛在這個影片裡面當中 然後這裡面其實又會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價值觀 來自於對於生活的價值觀 來自於國家文化長期建立起來的價值觀 可以稍微簡單一下 有哪些複雜的因素嗎 然後你怎麼去處理這些複雜的因素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衝突 這個衝突看起來很小 但是我覺得那個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衝突 這就是很複雜的 這部片是好看的地方 我說實在 就是 管老師已經看過片子了 對 那我們聽到片子裡頭 其實都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在簡單化那些所有的事件 所以其實事件本身其實是更複雜的 那一開始我其實是 保持了一個距離 就我很清楚知道說 我應該要保持一個什麼樣的距離 在拍攝這支影片 但是到最後 那個場域 我先解釋一下那個蝦場 要到蝦場 就是從陽光去到蝦場 其實要花 如果白天的話 大概八個小時吧 如果是坐夜車的話 就是十 十二個小時 那從陽光去到那個地方 就是野鎧 野鎧就是若開邦 大家也有可能 有些人有聽過若開邦這樣子 那要到若開邦的時候 其實要跨過一個山頭 那那個山頭 有三個軍事檢查哨 所以我很想要拍這個其實 但是其實那個有點敏感 但我後來就沒有拍 三個軍事檢查哨 所以就是要檢查 就是要跨過山的時候 就要檢查一次 然後到山頂要檢查一次 然後到了跨過去 又要檢查一次 所以其實對於 我覺得對於小獨鍋 就是說對於台灣人來說 這是一個在台灣沒有的經驗 對 那中間只有 我覺得或多或少都是有一種 因為陌生而產生的恐懼 比如像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也覺得好緊張 我要跨過那個 對 我的護照要交出來等等的 所以大家在那個信任之間 這件事情的建立 它其實相對的就是 比較困難 又更困難 其實也滿複雜的 那你剛剛提到的就是 師徒的關係 師徒的關係 老師這個角色對於緬甸 在緬甸的文化裡頭 是一個還滿崇高的角色 他們的第一個好像就是佛 第二個重要的信就是 那個好像是經文 這是小書跟我分享的 第三個就是和尚 那第四個是父母 第五個就是老師 所以其實稱呼你是師父或老師 在他們心目中 是一個還滿重要的位置的 所以我在拍攝的時候 會看到他們會有個知識 就是我拿東西給你 我可能會有個 這是一個代表尊重的意思 但我本來也沒有發現 是我的翻譯在看素材的時候 跟我分享說 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語言不通所以我不懂 一開始我不懂 員工對於這個台灣的老闆的 態度是怎麼樣 可是從他們知識裡頭 就是我就知道了 那牢固關係 再加上和口關係 吃這些東西加起來就是一個複雜 跟很容易導致 就是往後可能會有一些衝突 發生的一個基底吧 那大家對於彼此的期待都會有想像 那如果說在過程當中 有一個失落感出現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會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所以我的片子裡頭其實某部分也是這個樣子的 那因為語言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 小數他會變成是一個中間的翻譯的人 可是他必須要和緩兩邊的情緒 他會把一些情緒的東西給拿掉 OK 他就會簡化那個翻譯 對 那這個東西 他也有可能會引起信任之間的狀況 對 超級複雜的 但是為了要讓可能 下場是比較平衡一點的 繼續下去 他的位置 或是他的角色就會選擇這麼做 可是在怎麼樣子 員工心裡面會有自己的感受在 那個是沒有辦法透過小數去 整個完全給消擬掉的 所以到後面 因為這幾層關係到後面 我覺得這個 就覺得這個角色他某的程度 就是代表了某一個 在緬甸方的一個他的想法 可能一直長期的被壓抑 或是說沒有被聽到 於是他最後才會有片子裡頭 一個我覺得還滿重要的橋段 那透過那個橋段去彼此聽到 你真正心裡面想的東西是什麼 除了剛剛談到的這種所謂 勞固的關係 或者是合夥的關係 或者是勢力的關係 就我覺得背後還有一個 蠻大的是一個文化 或是生活態度的差別 就是裡面有一幕 就是我抱一下來 就是這個好像蝦場弄好沒多久 就開始去弄足球場 對 然後你會看到他們常常在裡面 在應該是養蝦 但是在這邊游泳 那這個其實他們也一樣在努力的生活 可是小杜哥也是另外一個在努力的生活 他代表某種的台商 或是某種早期的台商 就是拿著什麼007的手提箱 然後去全世界 但他沒有拿手提箱 還是相對著那個草根性比較強的人 所以很多的衝突會是這兩個國家 或是這兩個生活型態下所造成的結果 沒有錯 這個是就是有點回到我為什麼 想拍台灣人去到東南亞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呈現一個 我們對彼此的不了解 那像蝦場的員工們 其實平均年齡大概是在20歲左右 很年輕一群人 對 然後他們進來之後 其實就被好像封閉在這個地方 有點就是跟外界有點脫離 雖然偶爾他們可能會跑出去 就是有休息的時間的時候 但還是在一個你可能入業之後 就沒有什麼事情做 沒有其他的娛樂 對 那就只有看到某一種員工的狀態 所以他在後來就是 去自己開那個挖土機 然後把那個地產品 然後弄了那個足球場 然後有點是讓大家有一個 就發洩的地方 他比較體貼員工 他比較理解 理解 對 我覺得比較 對比一個台灣老闆 我覺得他是更理解當地的人在 又是男孩子們在想什麼 對 那除了玩足球這件事情之外 他們偶爾也會相約 就是下班之後就直接跳進去 對 下池 下池裡頭 就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他們可以在裡面玩得很快樂 他們偶爾還會約我 或是約我的攝影師 要不要一起跳下去 對 所以在拍他們的時候 就是那種 即便雨下的再大 他們只要有時間 只要有十分鐘 就是去踢足球 這件事情就讓他們覺得 非常的快樂 對 那小杜哥就是 你怎麼沒要認真做工作了呢 小杜哥就是 他就是像你剛剛說的 某一個很拼命的 對 那個年代的台灣的台商的樣子 對 所以他去到了下場之後 其實他很少再走出去了 嗯 而且他一直都是一個臭臉 對吧 所以我幾乎沒有看到 他稍微不臭的臉 就是我有跟他開 很憂鬱一直在面對這件事情 我有跟他開過玩笑說 你就是拍明清嘛 對 然後 所以大家可能 員工跟你之間就會 不自覺的 當然在你面前 尊聲你師父 可是背後就是 心裡面其實是 也是會有那種 對於威嚴的這件事情的 害怕在 所以 有時候我也跟小杜哥說 你應該要出去走走 對 一起玩 對 但他的壓力非常大 對 他真的壓力很 我也可以感受到 他的壓力很大 於是 就是 就沒有辦法讓他 放心的去做 然後我可能 建議他可以 或者是 我們要不要一起出去 他心裡面想的就是 嗯 後面的投資者 然後 就是很多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賭注 就到那一邊 然後後面還有欠錢 跟他去投資 然後他還要面對那邊 當地不穩定的政治 不穩定的商業的狀況 我覺得你要讓他開心起來 好像也不是太容易 很困難 對 沒有錯 對 所以那個地方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場域很有趣 這個場域 包括在 它是一個很封閉 所以我們看到在封閉的當中 這些不同的角色 在裡面有很多的張力 然後他的語言上面也是不通的 在語言上面就是可能會有 最主要是國語嘛 華語跟所謂的緬甸語之間的交通 然後有時候會有一些 三不五十小杜哥會有台語 然後會有一些英文 然後非常混雜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當然是在裡面會看到張力 可是這個張力也會在你的身上發聲吧 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語言上面怎麼去跟他們溝通 因為你第一次到緬甸 然後剛剛也聽說你也不太懂緬甸話 他必須要回過頭來翻譯 然後另外一到現場也沒有翻譯 然後又是在那個封閉 那個封閉不是只有他們工作封閉 你也很封閉啊 對啊 那你怎麼去排解 你怎麼去溝通 我每一次去我就是盡量的去學 他們會使用到的單字 其實只能說單字 然後透過這種方式 再加上肢體語言 一樣就是混雜的中文英文來做溝通 那員工們其實他也想要知道 老闆說什麼 所以員工們其實也就 還滿認真在學中文的 所以就是用這種交叉 使用四種語言吧 在做溝通 那中間當然會有很多的錯誤或者是誤會 會做產生 那因為在那個環境裡頭 久了之後好像也就變成是一個 犯錯就犯錯 誤會就誤會 對 但彼此都知道到最後 我們想要傳達的東西是什麼 那 因為那裡很封閉嘛 所以我平常拍攝的時候 這要講到 這其實要講到 我們在那裡一開始 蹲點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非常低調的 因為我跟攝影師是拿觀光籤 OK 對 然後到後來鑽石水族世界 這公司成立了之後 我們開始可以拿商務籤 可是即便是拿到商務籤 在緬甸的規範裡頭 還是不可以待在 一般人家的家裡頭 除非你是拿到那種工作 工作錢 就是它有不一樣的規範在 所以有大半年的時間 只要有外地 外面的人來 旁邊有個小孫子 我跟攝影師 甚至小杜哥 我們通通都要跑去躲起來 然後一直到了某一個階段 就是片子裡頭那一個 生長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獲得某一種認證 對 我們開始可以出去了 但是可以開始出去的時候 出去我們帶著攝影機 因為我們好想要出去 去拍一些外面 他們去到外面的樣子 我們只能待在車子裡頭 還是一樣繼續低調 然後是又再過了好幾 可能又再過了好幾個月 又再下一次之後 我們可以下車了 就是慢慢慢慢的 一直在往前 然後到最後面 我覺得彼此之間的信任感 已經建立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開始可以拿著攝影機 出去外面做拍攝 那到那個時候 只要小蘇或是舅舅他們要出去 我跟攝影師就會 我也要跟 你要去解放一下 我也要跟 除了去工作也要稍微紓解一下 因為我覺得那個 我在那個小屋子裡面 就算到那個蝦池也是一個 很緊繃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可能 去到那邊也不是要特別要 不是跑去玩 我們可能是出去吃一碗麵 然後去呼吸一下 然後去外面的菜市場買個東西 都覺得這是一個滿大的滿足了 在裡面其實也提到 我們剛剛在前面也提到你的角色 就是你其實常常會是這些緊繃壓力 或者緊繃對象的一個紓解的 有點來跟你告白 或者這個所謂的這個告白某種心理的狀態 或是你某種是要心理諮商 或是來找你抱怨 那但是你又要回去安慰他 或者是你可能要去幫他做某種的排解 然後我覺得這影片的最後半部就是 一樣我還是會抱一下 就是有去跟這個小蘇去道歉 好 那就覺得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好像對他不太對 那你怎麼去看你的角色 就是你基本上已經不是一個客觀的第三者 你甚至就是裡面的成員 你甚至就是在裡面的成員 就是你就是變成是 而且還是一個連結的環節 這很難拿捏 就是你要去 我覺得難拿捏兩個部分 就是說你到底要聽他的還是要聽他的 你可能會有 大家都來跟你道理可能有立場 那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第二個就是你是一個拍攝者 那拍攝者你管人家那麼多 會不會出問題 這完全不是我一開始想像的樣子 那我一開始就是 一個保持一個距離在 看他們所發生的所有的事情 但是就是 慢慢的他們彼此之間 就是延續剛剛上一個問題 他們開始有一些狀況出現了之後 那裡又是一個封閉的地方 大家就會跑來 就是好像我 我對他們來說 好像又是一個外來的 對 彼此一直長期待在那裡 我跟攝影師是偶爾回來台灣 然後又來 好像是一個相對看起來 是比較外在外面的一個人 所以他們就很會很自然的就講 那個發生什麼事情 師傅啊 怎麼做啊 之類的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 其實我也不想要 有時候我也不想要知道 這麼多 有心八卦也很累 真的 然後慢慢的發現 我的角色開始在改變了 那包含說可能方圓幾十公里之後 我一台電腦 他們可能為了一個文件 找不到的人可以處理 就變成我電腦要搬出來幫他們處理 所以那個關係其實一直在變化 一直在改變當中 好 那我就覺得我感覺到再一層 那我就跟我的聲音是說 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 辦法照著可能我原本的想像那樣去做 好 那我們就 因為就是在這個環境裡頭 我也不避諱地就是讓觀眾知道說 這個環境就是這樣子 那我被Cue到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拒絕或沒辦法躲開的時候 那我就把我拍進去 那如果是你的話 我就拍你 我們就一起進到這個 有點像一起進到這個片子以後來 那時候我當然也想不到說 後面還會發生的事情 或是說 剪到剪接要怎麼該怎麼去剪 我只是針對讓現在的那個轉變來做 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但是在裡頭我覺得還是 還是有作為一個 我作為這支片子的導演的 某一個界線 界線在 比如像小杜哥來跟我抱怨的時候 我不會去告訴小蘇 就是像片子裡頭 你會守秘秘 就是片子裡頭 老師我看到的 我不會去告訴 因為我覺得那個 講了之後會讓事情更複雜 對 我就會變成一個散步 很容易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小蘇跟我說的 我也不會去跟小杜哥說 我可能頂多 在某一些時刻 我需要拿起攝影機來拍的時候 我們兩個的對話我會拍下來 但有更多時候我是沒有拿起攝影機來的 我那時候就必須把我自己切分掉 我現在不是導演了 我現在可能是你們的朋友 這應該滿難的吧 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在這個角色裡頭的時候 我就不會去 我就絕對不會去告訴對方說 他在抱怨什麼 因為他的事情更複雜 可是我可能會跟他們說 我覺得你也許可以 往什麼方向去試試看 去嘗試看 也許狀況會不一樣 然後去回到 我的建議回到他們雙方的時候 他們願不願意去嘗試 或者是說去做改變 就是又回到他們自己的身上 的決定了 這的確是不太容易拿你 因為特別是有些 本來就不是你所預期 甚至你拍這部片子的 一開始的初衷 跟後來的各樣的轉折 也不是你所預期 但這也是一種比較 即時性的紀錄片 是最有趣的地方 我覺得對導演 或對觀眾而言 或甚至對當事人來講 都是某種程度的驚奇嗎 或者是一種很 驚嚇 驚嚇 對他也可能是驚嚇 那其實我看這部片子的時候 其實我腦袋裡面一直浮現的是 這個李永超的作品 2020年的那一場 前幾年 去年TIDF 我們也有介紹過這部片子 那我看這部片子的時候 其實剛剛又談到 你又談到湄公河 事實上 又想到其實湄公河裡面 湄公河是一個在東南亞 非常重要的河 然後裡頭有非常多的政治角力 裡頭有非常多的壓迫 所以幾年前 我看一部紀錄片到柬埔寨子村 也是以湄公河 這個開發 就是附近的開發做一個場域 可是不管怎麼樣我都會看到 當然看到當地的政治的問題 當地的這種勞資的衝突 可是包括你這部片裡面 我看到是很多勤勞奮力的人們 然後那些勤勞奮力的人們 他好像能夠做得有限 但是他同時又很樂天的 面對這些看待 在這樣的狀況 你怎麼去看待這一群人 以及你怎麼去看待在東南亞 這一些農村裡面 他們的生活的處境 特別是當中國的這個力量 在那個地方好像越來越強大的時候 他們怎麼去面臨到這些 很複雜的政商的關係 我覺得 哇 這個 太龐大的程度了 這個好多層次可以說 我覺得在台灣其實要去閱讀到 跟緬甸相關的資料 其實非常非常的少 但也還是有幾本書 可以去幫助我們去切入 認識緬甸這一個國家 然後甚至是他們過去發生哪一些事情 這樣子 然後我在面對 我所認識的緬甸 或者是說 就我陸上認識的這一群人 我覺得緬甸是一個滿善良的國家的 嗯 基本上遇到的人其實是這個樣子 很純樸 然後很善良 然後這也許可能跟他們是一個佛教國家 也有滿大的關係 但是這個國家遇到了非常非常複雜的政治因素 沒錯 包含可能他們的鄰居等等種種的 超級超級複雜 所以如果沒有這些 當然撇除掉如果沒有這些 我會想去想像說緬甸原來的樣子 應該是一個很豐盛的一個國家 那人民 而且可能像類似像不丹這種生活的樣貌 有珍貴的樹木 然後有河流 然後有他們自己生活的節奏 那這個東西它不必要資本主義 或不必要發展的這麼的 我們想像當中一直在所謂文明的進展 或者是城市的發展 什麼社會的發展 自己有的沒有的 它有它自己的方式在 那那個東西我覺得非常的珍貴 因為回過頭來可能台灣已經沒有 對 這種生活方式存在 那那東西是非常簡單 可是它也相對我覺得拋棄掉 這種相對也就沒有更有壓力 所以像啾啾在跟我分享 他後來看完這片子就跟我分享 他說對 台灣人很努力 好拼喔 就是這也許是緬甸人應該要學習的 但是台灣人壓力好大喔 就是那種 他說的快樂也不是說只是在追尋快樂這件事情 而是在一個範圍或者是秩序裡頭 去讓自己過著一個比較輕鬆愉快的心情的某一種態度這樣 他跟我分享的部分是這樣 那回過頭來我覺得 中南半島是一個資源豐富 但他在某一些經濟的勢力範圍是相對比較弱勢的 比如像我去到湄公河 湄公河的沿岸都是在做水力開發 非常非常多的水壩 這些水電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出資者都是中國或者是泰國 是相對比較實力比較 所謂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國家 那留在當地的其實還是比較少 那比方說 可能18留在當地 為什麼 因為可能當地沒有用到這麼多的電力 那這個好嗎 就是 好他們還維持原來的生活 可是他們其實在生活當中 他們不知不覺一個珍貴的東西是被拿走了 可是他們可能 因為人民的個性比較不會去 正不會去 但那個東西又 就很可怕 某一天可能回過頭來意識到了 可能這條河流其實已經被破壞得差不多了 其實現在的問題其實滿嚴重的 因為上面水壩攔下來之後 到越南它就開始炎化 對 海水倒灌 炎化 所以對於湄公河三角洲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然後我也有遇過就是 途中是在 中國遼國邊境的NGO 他們在關注中國 就是遼國有一些邊境會把地 就是租給中國然後去種香蕉 那這個一大片的香蕉田就是 種出來就是回到中國去 可是它已經破壞了原本的森林跟土地 那再怎麼樣還是有人是依靠著森林在做 衛生 所以很多時候 當地的人我覺得還沒有 資訊還沒有快到讓他們去意識到說 天啊這些事情很快的就會驟變了 就很像金埔寨之村裡頭的 為什麼當地的人要去抵抗 那個開發那個湖泊的周遭 我覺得是一樣的意思 其實緬甸也好或是在其他東南亞國家 事實上是有很多人民的反抗 但是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軍政府 甚至某種對於所謂的開發發展的想望 那它其實這種反抗的力量 它很容易就被殲滅 然後這個在殲滅之後或者是被衝擊之後 那原來的生活的樣貌 事實上就會面臨到更大的挑戰 那到底什麼樣的生活事與得好 也許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如果不能夠快樂但是卻很有錢 那這個快樂是不是真的快樂 或者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 我覺得在這部片子裡面的後半段 幾乎都是變成一部哲學電影 都在跟我們討論什麼是快樂 什麼是工作 什麼是努力 什麼是生活 我覺得從那個兩鄉的對照當中 就我自己都有蠻多這樣的一種體悟 最後我知道前一陣子這個小蘇 他們是在台灣 然後你在嘉義也放過這部片子 然後小蘇也在現場 那小蘇看完這部片子有什麼想法嗎 小蘇跟小蘇的家人都看了這支片子 都看了兩三次了 那某部分好像就是一種家庭路一帶的感覺 那對他的家人來說 就是了解了在緬甸的家場發生了哪一些事情 那對於小蘇來說 他覺得是一種 因為他有些家人是住在台灣 對 對小蘇來說它是一種反省 就好像回頭來去思考 當時候的這個過程是發生了什麼樣的 那樣子的問題 就是溝通可能出了哪一些狀況 但畢竟這個片子不是走向一個 Happy Ending的狀況 的確 被設者看到 其實當然那個情緒還是會有受影響 對 但也因為這支片子也完成了一段時間 或者就是脫離掉那個拍攝狀態 已經一段時間 我覺得他也滿沉浸下來的 就是去 去 可以去思考 就是 就是 小蘇哥 師傅當時候的某一些東西的 他可以比較理解 對 可以有一點比較後攝性的理解 對 對 那大家也希望說 就是這支片子我其實也是希望可以互相 互相理解 做一種溝通的橋 對 可以 這有趣 就是你其實我整個是一個神的視野 我沒有想要做這個視野 就是你是一個當事人兩個在吵半天 你不是說是冷戰半天 或是磨合半天 可是其實完全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或是沒有回到那個生活脈絡 但是你突然間一個神的視野 也許可以讓大家看到彼此這件事情 這也是紀錄片裡面 或是導演作為某種程度的第三者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角色吧 對 今天非常謝謝秀儀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這部片子之後會有一些巡迴放映的這些活動 也許我們可以多去關注 這個鑽石水族世界的這個粉專 相關的訊息我們也會跟大家做分享 今天非常謝謝秀儀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下次有機會再來跟妳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也歡迎大家能夠有機會多看這部很棒的片子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